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庆 今天港股先跌后回稳 全日微升不足一点 收报24,955点 成交不算多 只有696亿 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李若隆门 今天港股先明明没有升跌 仍是受制于25,000大关 为什么说李若隆门 难道今天升上去吗 没有 最主要原因就是 从中外形势来看 其实仍然对港股较为有利 我估计其实行指 只需要在高位震荡 仍然会升穿25,000大关 所以先讲这个题目 李若隆门 外围的形势 为什么说是比较乐观呢 要从上个星期五说起 上周五欧洲市尾段的时候 突然间市场就说 乌克兰局势又紧张又害怕 那些钱都返入债券 搞到德国的十年期债息 跌到不够一来 德股大跌了 但是整个周末有什么事发生呢 没有什么事发生呢 又不是真的那么害怕 于是乎 星期一回到来的时候 德国一开始 我们可以看看德股的情况 一开始 没有什么事 已经反弹了1.5% 就重上9,200点之上 即是说上周五的跌 可能是跌错了 大家过分担心 这样的情况下 估计德股其实都会沿着近期的 反弹的情况 反复回升一点 虽然说现在德股不是强势 不过是短期 其实真的不用那么担心 那在美国方面又怎样呢 美股这剎那还未开市 但是我们可以从美债那边 留意看看情况 上周五 避险情绪升温的时候 搞到美国十年期债息 跌到两来三边 但是今天一回来开市的时候 已经见到美债息上升一点 反映出避险情绪降温 现在这剎那大概在做2.36厘左右 代表着没有那么害怕 这样的情况都预期 今晚美股开市都应该是比较高开 应该会回稳的 外围其实这剎那 就真的不需要那么害怕 因为在七月初的时候 已经可以说是大幅调整了下来 由七月中那里跌到八月初 大幅调整了下来 那这陆其实都是处于一个反弹的格局 譬如说道指其实都算反弹得不错 那在一个反弹的格局 大家暂时不需要那么担心 除非它又再出现其他东西 到时再分析 那好了 现在不需要那么担心 港股真正的动力 就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内地 内地股市怎样呢 今天做得很英俊 今天上证指数收报2239 升到12点 升幅其实不是很多 只有0.5% 不过今天的收市位 和上升到最高位 都是七月反弹以来最高 反映出其实上证指数保持强势 上证指数下一级挑战的目标位是多少呢 就是图中所见 2260、2270区 所以升到上去这个不代表一定是阻力 起码我们挑战这个 有可能会升穿的 这样的情况下 港股又怎样呢 外围真的没有太大需要担心 而内地是继续做好的 那恒生指数是很有机会 在这里整股一下之后 就升穿25000大关 如若隆门 李若隆门 今天讲的题目 那靠什么带动呢 传统股 这几日很强劲的 中移动 啪啪声地上 今天去到96元 收96.35元 其实除了这个中移动上之外 几三只内地电讯股 全部今天都升得都不错 只要中移动比较劲 现在中移动都是直撲多少呢 100大关 大家估计 有一两天震动之外 整个过程 由七月份以来 一直到现在 差不多超过过半月 一直上升 反复上升格局 在这些股票推动下 其实恒生指数 短期仍然有机会 正式升破25000大关 如若隆门 今天分析这么多 多谢大家